那我记得你跟我聊天的时候 有提到芬兰这个国家 他们政府在推动一个很可贵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让老年人 因为高龄化的社会 少子化的社会 让老年人呢 可以有这个一个良好的一个运动习惯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也会让国家 比如说像台湾因为健保特别的好 那其实也形成一种财政上面的一个负担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所认识的芬兰 它做了哪些 对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讲 是健康很好的一种 一种健康社会的概念 它怎么在推动的 好 那这个过程我们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先看到高龄化 它带来的什么影响 那根据我们 如果根据我们国内 还有国外目前的状况 国内目前的统计是大概2004年 也就是大概在78年前 那时候平均我们是7.6个人 要抚养一个人 然后到2025年左右 大概是平均3.3个人 就要抚养一个人 可是到了大概40年后 也就是大概2050年前后 我们大概就是变成1.7个人 要抚养一个人 那这个数据听起来 抚养好像不是什么可怕 可是大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台湾的健保统计 很多人在往生前的7年多 平均是7年多 是在病床上过的 或是一直生病 那所以造成健保很大的一个给付上的压力 那大家可以想看 现在因为刚讲医疗加进步 所以平均寿命也拉长到79岁左右 那男生可能短一点点 可是你想想看 大概到70来岁 就要常常疾病缠身 然后吃药 不然就在病床上 那也就是说假设刚刚讲的 你如果一个人生病 你就要假设是7点多个人抚养一个 你就一个人轮流请假一天去看他 去照顾他 假设到3.3个人的时候 是家里有一个人生病 可能一个人要请两天半到三天的假去 照顾这个病人 而且是24小时 那等到2050年的时候是 假设有一个人请假 那你等于就把工作辞掉了 不然谁照顾病人 现实很残酷 但现实就是这样 对所以现实生活 对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生病的情况 对我们又不可能把老者弃于不顾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 让自己健康减少下一代的负担 对 所以芬兰也是面临到一样的问题 也就是因为他们避免造成年轻人的负担 造成国家健保的负担 所以他们把钱花在运动上 那事实上证实他们的成效非常的好 他们让78岁的人 你如果进YouTube打个芬兰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影片上78岁的人在做前空翻 然后在做调环 这个我都不会 做倒立 这个都是我们认为好像体操各个年轻 那个我们一般年轻人都不见得 没有教练指导 根本都不能做的所谓危险动作 对 他们是七八十岁的人在做这些动作 对 那我们会去怀疑说 为什么有需要做到难度这么高的动作吗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老年人面临到就是行动不便 那为了减少行动不便 所以必要的肌肉能力 协调性 其实是很重要 尤其像芬兰 是一种冰天雪地的国家 那大家知道 只要一下雪就容易滑 一滑倒 人 一受伤骨折 就要有人照顾 那或是 而且一旦一躺在病床上 很多疾病就相对的 因为你没有活动了 所以很多疾病就衍生而来 那 而且还要有人去照顾 所以 为了避免这些人摔倒 然后受伤 而且刚讲能在日常生活 照顾自己 所以 有方法的训练变得很重要 那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是一个一年世纪 季节多变化的 那个时代 像 我妈妈 我妈妈当初在60岁左右的时候 有一次去庙里拜拜 然后她也是一个刻骨之家的 妈妈 从以前家里开工厂 每天从早做到晚 她都一直觉得 我每天在劳动 干嘛要运动 结果去庙里 其实劳动跟运动是真的不一样的 各位妈妈们 各位你们听众朋友 你们有这个宝贝妈妈的 一定要提醒你们的妈妈 劳动不等于运动 是的 结果妈妈去庙里拜拜的时候 不小心跌倒 就骨折了 才知道原来她骨质疏众很严重 在过去这么多年的职场生活 消耗掉她身的健康 那我们也才 坐直里也才知道说 原来妈妈 身体骨质疏众这么严重 所以好险我们就发现得早 在骨折以后 等她复原以后就赶快安排她 请她去 刚好我们学校 我们家对面那个学校有游泳池 虽然是试完 我们就鼓励她每天去运动 然后教她开始从基础慢慢学 这样学了四年多以后 突然有一天去检验发觉说 得了大肠癌 后来割了好长 大概15公分左右的那个肠子 那但是在核心医院会诊的时候 医生说 这个人从心脏来看只有三十几岁 我说没有 他已经六十几岁 他说 这个人看起来很健康 除了胆固醇比较高一点 因为妈妈以前 毕竟以前的人比较客情 实际上虽然饭菜很多 总是舍不得丢掉 所以就吃了太多 不该吃的胆固醇 那除了这以外 他的刚讲心脏 各方面都很健康 也因此帮他度过了 后来的化疗时期 那到现在75岁 他一样非常活跃 每天早上就去运动中心游泳 然后游完泳 以后就去爬爬山 然后常常到处就去活动串门子 甚至到美国 加拿大德国 就是自己的兄弟都住国外 常常就自己一个人 就自己出国去了 真是令人向往的老年生活 可以自己活得健康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自己活得健康 然后也不用让后一辈的觉得说 好像有一些负担上的压力 对 所以我们说那次他的跌倒 去庙里拜拜 也许是神明显明 就让我们注意到他的健康 所以也好险发现了 早来得及 那其实像刚刚讲 芬兰他们也是注意到这一块 所以事实上芬兰的终极目标是 人临终前两个礼拜 才住在床上 人其实应该活得有尊严 我们常讲 人如果活得不健康 在医院里 你再有钱 一点尊严都没有 对 护士 把你拔尸拔尿的 叫你怎么样 你就得怎么样 那人如果活得健康 才有尊严可言 所以 透过有效率的运动 我想在芬兰 其实已经证实了 这也是为什么国内 从去年运动改造大脑那本书 到了芬兰的经验 我们现在开始不断的要花 为什么政府 去鼓励大家运动 然后让人活得更健康 更有尊严 我想这个其实是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花费在自己的运动上 其实这个也是很呼应 现代的一些观念 就是我们常说要爱自己 其实爱自己 不是你shopping 买什么名牌包 那也不是说 你花了多少的钱 去拉个皮 让自己外貌美丽 其实当你有健康的身体 你无形当中 你会对自己觉得很有自信 那这时候散发出来的那种 内外兼并的美丽呢 可能是一个无价的保障 所以刚刚正昌也跟我们提到说 像芬兰的这样的案例 那正常可不可以给我们年轻人 就是说他们现在很多时候 就是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前面 或者是他的工作就是要服案 其实现在坦白说 劳动工作是真的很少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这些很宅的一群年轻的朋友们 他们要怎么样开始有健康的习惯 让他们觉得是比较容易入手的 我想现在年轻人 也常常会觉得说 我还年轻 事实上在我周遭 我也亲身碰过一个25岁的教练 25岁就往生了 一个29岁就中风了 一个32岁就往生了 这是我亲身碰到三个 而且都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麻吉朋友 那这么年轻就走掉了 那年轻人 往往会认为说 我还健康 我还年轻 所以我可以熬夜 所以事实上第一个 当然熬夜是一个很大的杀手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长期是坐着的打电脑 所以手很少举起来 所以我们以前讲50间 事实上现在在医院 很多治疗案例已经40间 甚至到30间 那为什么以前讲50间 你可以想象 以前那是农业社会 所以手常常要举出头 拿东西 所以手常常会举起来的动作 所以就会延缓老化 可是现在的人 常常每天两只手就放在底下 就是在打键盘 常常好几天 手也没有举起来过一次 所以那个关节 其实就像汽车一样 你一台车子买了以后 如果你开了两次以后 你就常常一停两个礼拜不动 你就会发觉这台车 虽然是新车 可是很快就爆销了 因为机器 人跟机器一样 你越不动 它越不润滑 那关节老化的越快 所以每天在家里 其实最基本的就是 做做生产操 你可能先做个20分钟的 所谓的一般的健康操 我想在学校 大家都有学过什么健康操 或是所谓的柔软体操 那先做个20分钟以后 然后再可能做一些 基本的所谓的有氧的训练 例如刚讲的进走 走路走个20分钟 30分钟 让你的心跳能达到 所谓的130以下 那当然身体活动开来以后 甚至想要瘦身减肥的人 你想瘦哪里 这时候尽量动哪里 比如说你想 大部分人比较在意的是 可能腰部 那这时候你想要呼拉圈 或是做一些腰部运动 或是做一些抬头打水 都可以让你达到你理想要的身材 其实透过一些简单的方法 每天你花的时间 可能是30到50分钟 可以让你得到健康 苗条的身材 而且可以让你更有自信 重点是其实 这些都不用花费你真的太多的时间 而且你的 头脑更清楚的时候 你的工作效率 学习效率其实更高 而且透过肉体的运动 可以让你的精神放松 在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的社会 其实运动是治疗所谓忧郁症 躁郁症 过动很多疾病的最好的药方 运动可以治疗这些文明病 就是包括心理上的这些忧郁症 因为现在真的好像旁边 听到很多朋友的小孩 好像很年轻 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情绪上的 或者是压力的处理 是在运动改造大脑 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 其实在哈佛他们做了很多的 个案的研究 证实像比如说 好我们讲忧郁症 可能要吃百优 最常见就是吃百优解 可是那个药物 毕竟你每天的状况 其实是有点误差 医生不可能根据你每天的状况 每天开 今天一颗 明天一点一颗 后天零点九颗 事实上他一定只能抓一个大概值 所以常常会有过于不及的现象 是很正常的 那这也不能算误诊 而是因为人体本身 每天的状况 本来就会有差异 你今天可能熬夜 明天可能睡很饱 对不对 或是你今天可能吃坏肚子 什么状况都有可能 可是运动最好的一点 就是他没有副作用 他唯一的副作用 就是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 要小心 只要避免运动伤害 那你只要运动的充足 他自然大脑内 就会帮你分泌足够的药量 所以在那本书里提到 假设这个运动 可以做成一颗药丸 那这颗药丸 一个可以拿得到诺贝尔奖 那当然运动 目前是没办法做成药丸 但是事实上刚讲 运动其实就等于是一颗 自白病的药丸一样的 意思在运动大脑 改造大脑这本书里 因为有提到 那当然做一些轻微的 可能压力训练 比如说做一些轻微的阻力训练 因为人的骨骼 如果受到轻微的压力 我们一般讲重量训练 那也有所谓的阻力训练 那每天透过有氧 柔软体操 然后轻微的一些所谓的阻力 或有压力的训练 那也可以让你的骨骼 肌肉更强化 那我想在这个书上 他都会有提到一些概念 这是一些 当然他里面有一些专业名词 可能比较艰深复杂 那最简单的方式 你可以找刚刚讲 有经验的教练 来跟你分享 或是帮你知道 那有经验的教练 他们要去哪里找 是到现在的健康活动中心吗 还是到健身房 还是他可以到哪边去找到 而且教练可能还分很多种 是 对 他要怎么找到 他自己觉得最合适 或者是 他自己虽然没有这种观念 但是你给他一些指标 告诉他怎么找到 他所谓合适的好的教练 是我想 第一个 当然现在网路发达的时代 你可以上网去Google一下 去找一下 那个所谓的比较有口碑的 或是说你想要的方向 比如说你想学游泳 你当然要找游泳 哪方面的人比较专精 那你想要 像男生 有的人想要练得比较六块鸡 那可能要找 比较以健美为主的 那如果女生想要瘦身 那他会考虑到他的 可能他比较喜欢水上的 还是路上的 根据他的资源 我想上网找一下 口碑好一点的 专业一点的 应该以现在年代来说 并不难 那当然站在我的立场 我觉得比较好的教练 第一个当然 第一个一定要有爱心 爱心 耐心 对 没有耐心 没有爱心 我想是 你在专业 我想都 都很难让人家觉得 可以学得好 因为一个教练有耐心 然后有爱心 然后这个时候 当然你可以从他的谈吐之中 了解他的专业程度怎么样 他对运动 他对你的这个规划 你觉得 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那在这一方面 我想 假设一个教练具备了 刚讲耐心 爱心专业 然后 他有足够的热忱 我相信他就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教练了 因为只要 有 有 有心 很多问题 我相信他都 可以跟你一起 把这些问题解决 当然如果 再 再不了解 没关系 我也很乐意担任各位的一些 就是业余教练 你可以问我 我可以帮你 可以咨询 对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真的是太棒了 那就请我们正常 把你的FB跟email address 还是留在我们的节目单上 FB比较容易 FB叫打我的名字 应该就找得到 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郑昌 他播出宝贵的时间 然后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健康 不管是对年轻人 对老年人 或者对一般我们职场的 上班族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希望他今天提到的一些 好的观念 比如说 三种运动习惯 还有就是说 适当的来规划 我们的运动的 运动的方案 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观念 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 当然包括我自己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然后真的从今天开始 就不要再犹豫了 把要去shopping的钱 把它省下来 然后把去吃大餐的钱 省下来 花一点点时间 跟你的好朋友们 一起开始去运动 今天谢谢我们正常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学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